嘿,我是NB大熊MatchBear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折折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關過網路折折募資平台 折折就是一個,該怎麼講 大家如果有創意、創新、有想法、有idea 都可以上傳到那個網站 然後寫一下草稿 也不是草稿,企劃書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幫你找廠商 然後幫你製作 應該是跟廠商一起合作製作吧 不管啦,反正就是上面募資嘛 然後金額到了就會生產 生產後就會販售 對,沒有錯 然後這個東西呢就是 小幫手他因為他平常都是比較做 偏向業務類的工作 那他自己也喜歡業務類的工作 所以我就慫恿他跟我一起訂了 這個東西呢 不太便宜,有點貴 那這邊價格呢,大雄就不講 因為貴的有點離奇 他如果再便宜一點 大雄可能會接受 而且要便宜到半價左右 因為 收到商品的時候覺得 這個東西的 發想 構想idea 很好 可是價格 貴的過頭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吧 袋袋 裡面有兩個袋袋 一袋一小的袋袋 那這個不重要 這個呢就是他的本體啦 這樣子大家看之下是不是很像iPad 對,沒有錯 他就是超像iPad 那我來看一下裡面到底長怎樣吧 喔,就拍開的啦 OK 紙板拿出來後這個盒子基本上就沒有用了 把這一塊拿掉以後呢 基本上這個也沒有用了 那我們得到了什麼呢 就是一塊鐵板 對,沒有錯,你沒有看錯 這就是一塊鐵板 恩 這塊鐵板呢 算本體嗎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本體 反正就是 本體吧 然後 他最重要的重點是上面這一塊 這一塊是他們的發明的重點 他就是一個 強力的磁鐵 然後他是可以跨在上面 這樣子 就是這樣 壓著 像夾子一樣那樣 打開 夾著 要出一點力 因為他其實 吸力超強 怎麼辦死定了 大雄這邊沒有紙 我們來拿一個 奇怪的小東西 像這個 大雄在做美術會用的 小板板 來夾夾看吧 他呢就是這個樣子 打開之後 夾上去 對,他夾得非常緊 因為這個可能太厚了 所以他沒辦法夾得超級緊 不過呢 夾力呢是還不錯的 然後上面還有附了一隻 小BB 他可以吸在這上面 小BB吸在這上面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呢 盡情的揮灑 你的創意 以及你的想法 客人 你有沒有聽過 安 對,沒有錯 然後呢 用完了以後呢 就可以把它夾回去 就是一個 這麼 胡實無法的產品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這支筆呢 可以插在這個洞 這個小洞洞裡面 就可以讓他 直立的 這樣子 直立的這樣站著 然後你就可以跟客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產品呢 是這個 那 你看到的是這個 那最近呢 我們公司的新發想的是這樣 然後呢 我推薦你這樣買一個 套裝組合 會比較便宜喔 雖然這個版本超貴喔 他除了貴以外呢 另外值得提的就是 他超重 當初 沒有仔細看他的重量 然後 就買了 因為畢竟他是一塊 金屬板 然後 這些上面磁鐵 也有一點點的小重量 所以呢 有一台iPad的重量呢 充滿質感 重量感 實用性 實用性 然後呢 這一塊是小幫手的 大熊呢 也有滿 登登 看起來是比較 輕便一點的呢 鐵板 小吃鐵 合體 登登 小快一點 不過呢 重量呢 大概 減輕了 一半 比較輕便一點了 比較沒有剛剛那塊那麼重 不過呢 還是滿重的 這個 如果 出門你又要帶 筆電 又要帶一塊板子的話 你的包包會中得很低氣 這個真的是 五時間愛用者 發想很棒 啊 製作的質感也很棒 只是重量 真的有點中過頭了 好啦 撇除重量以外 其實都不錯啦 真的都不錯 恩 這一塊呢 放在車上我覺得 隨時 放在側座 就是 隔壁座 如果有客戶打電話來 路邊停好車以後 接完電話就可以在上面 拿起來 寫寫寫寫 就可以拿寫寫寫寫寫 然後就可以放在側座這樣放著 那如果遇到危險的時候 或是 你按一下喇叭 對方違規 然後他行車來跟你講說 一把車 那就可以拿這一塊的 往頭上敲下去 比起棒球棒來說 這塊的殺傷力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的 很薄嘛 殺傷力很好 好吧 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該介紹什麼了 反正這一塊 之後小幫手應該業務會用到啦 他這一塊可以幫助小幫手賺錢 然後 給我花的話 我覺得 好吧 買了應該也算值得啦 以後大雄買東西在嘖嘖上面 可能真的要看得再更仔細一點 當初沒有看到重量真的是很大的失測 如果之後真的這麼重的話 可能就不會考慮買 恩 你可能會說如果真的這麼不喜歡的話 當下說到應該直接退貨就好 我是覺得 還是給發明家一個機會啦 畢竟如果說 發明家沒有這些 創作 然後沒有這些人買 然後沒有這些人給機會 然後消費的話 以後怎麼還會有更棒的 創作對不對 大雄目前最怕最怕的點 大概就是 因為現在還沒有拆封套嘛 那如果封套拆開了 這塊金屬板 恩他下面是有做 這種 絨毛的 質感的 防刮 可是 因為這個犀利你們聽 很強 所以我覺得難免會刮傷 那用了一段時間 可能就是會刮傷得非常嚴重 這可能他們當初也沒有思考到啦 所以 希望說 這一家的產品呢 以後能夠越來越進步 那大雄就是 贊助囉 下工或幹嘛呢 把他這個收納在裡面 然後客戶來的時候就說 恩 你好 今天為你要介紹的呢 WOW 質感就出來了 給你白用的 因為 這一塊已經夠重了 我直接塞進包包就好 不想要再增加這個塑膠塊的重量 OK 那這一塊呢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比較 推薦那種 就是你有開車的人啊 或者是 你對於重量感 可能比較 苦感 你可能比較 追求這種 質感的人買 對 開車的人超適合 因為可以放旁邊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些使用方式 也不錯啦 OK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的話 請記得幫我 訂閱 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 那有什麼事情呢 都跟大雄在下面留言 或是你有 更棒的使用方式 也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 咪 發音乐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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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